照片中消毒人员在武汉的南华海鲜市场进行消毒 中国大陆武汉市经传爆发多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网络有人PO出群组对话表示 南华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另一个群组则传出确诊一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 并说SARS已基本确定导致人心惶惶 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官方文件发文要求各医院统计病例 武汉当局随后证实紧急通知文件属实 并表示不明原因肺炎有27个病例 其中7例病情严重 但否认是SARS病例 台湾疾管署一早则向对岸求证 不过尚未收到对方提供查证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等这个 陆邦这边查证的一个结果 如果对岸确诊有SARS的话 那我们就会台湾这边就会立刻启动 我们的跨部会的应变的机制 来阻挡这个疫情入侵台湾 2002年SARS案例在中国广东率先爆发 不过中共掩盖疫情 在没有管控之下扩散到全球 当时中国有5,327人感染 348人死亡为全球最高 而台湾有346人感染 73人死亡 当时SARS蔓延29个国家 全球确诊病例更有8,436例 导致812人死亡 主要是医院的感染控制要做好 就是有发烧的病人进来 一定要问清楚旅游室 然后要做高规格的防护 从此只要把感染控制在医院做好 基本上这个病就不容易传 这个疫情的部分 中国大陆比较大的麻烦 就是他们常常都会隐匿疫情 到不可收拾才会出来 那2003年的SARS 对于台湾对于亚洲都造成重创 也造成大家非常多人命跟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十几年过去了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这个事情如果属实 那中共当局应该赶快把资讯 让周边国家还有全世界知道 疫情又爆发了 这样大家才来得及准备 中国大陆去年才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如今又传出不明原因肺炎 到底肺炎种类为何 是否为网络流传的SARS病例 中共国家卫健委专家 12月31日已紧急抵达武汉 展开检测工作 不过中共习惯性隐匿疫情 台湾主管机关不可大意 新唐人野孩电视赵婷玉整理报道